大家好,我是笑米 来看一下最近云南都有什么好吃的水果吧 这是云南本地产的小芒果 果盒特别薄,又香又甜 大小芒果价格是一样的 但是越大的芒果它果盒也越大 所以我更爱吃小的 一口一个超级过瘾 硬嘴桃怎么卖啊 硬嘴桃只要不是太小 味道都很好,又脆又甜 在菜场25块钱一公斤的阳光玫瑰就很好吃了 玫瑰香味很浓,很甜 最便宜的有15亿公斤的 但是味道就比较淡了 这个盘枣我是第一次吃 和冬枣差不多,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倒是左边这个梨非常好吃 香甜多汁,果肉还很细腻 这是水晶葡萄 它的香味就是各种葡萄水果糖 葡萄饮料里面的那个香味 特别迷人 在它和阳光玫瑰之间 我是做不出选择的 都太好吃了 这个小枣也好吃,还很便宜 但是我实在是挤不进去 新鲜核桃也上市了 火龙果我没买,因为它太多了 每天一个的话都要一个礼拜才能吃完 黄地椒还是有一些生的 香蕉和芭蕉挺好吃的 贵的时候要7块钱一公斤 看着很绿的青苹果它其实是脆的 而且是甜的,还挺好吃 这种发黄一点的会更甜一些 嗯,超级香,超级甜 我没有吃过特别贵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 有一点甜的呛嗓子 有很浓的香味,而且很甜 特别脆特别水 每天都要吃水果呀 谢谢大家观看